她的她是在身大じゃあ 你開心一下 她的生活當中 有什麼樣的改變 她們喜歡什麼樣改變 希望改變什麼 我們也相信 中學生們 源源不絕的創作力 很可能就是觸動改變的開始 我們在第八屆 洪基書的創作講 活動起跑的 這個時候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第七屆弘基書位創作獎精彩的作品 我們請看這段影片 這次的時間 這個時候又沒問題 有一位 我們請看一看 doom 對 我們請看 對 鴻基基金會希望透過鴻基數位創作獎的投射 激發出屬於數位時代創作的新定義 新模式與新作品 基金鴻基金 國立中學生的成長學習過程中 已經大量網路化與數位化 對於數位的思考比較沒有束縛 而更能天馬行空 因此 弘基基金會 希望藉由舉辦這項競賽 國立中學生投入數位創作 進而讓數位創作能夠在這個階段 逐漸扎根 也希望藉此為臺灣培育更多優秀的數位創作人才 國立中學生投入數位創作人才 辉業創作人才 國立中學生投入數位創作人才 旨成 國立中學生投入數位創作人才 海森 華森 作人 旦後 大道 《 》 如今宏姬數位創作獎已經來到第八屆 不只激發許許多多富有創意的優秀作品 也發覺許多數位創作與效率的問題 讓我們在這方面能夠更進一步的機會 兩位屆第七屆的主題Touch 共有七百屆的作品參賽 今年第八屆的主題改變Change 征求中學生發揮創意巧思 希望透過中學生的眼睛與雙手 用數位創作靈活的呈現改變 對 這時候很開心 然後也會覺得自己能擔當這個 總人為學校為同學做一點事情 其實是很棒的 所以我其實是完全沒有想到我 因為手這樣子很痠很痛 然後就得愛症 完全就是沒辦法念了這樣 我就只有回她一句話說 我就問她說 我可以哭嗎 其實當小光回蠻好的蠻可愛的 而且就 不太會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機會 那我也希望我的手可以趕快復原 然後重新回到舞台上跳舞 所以我其實 從小就開始練舞 我也是很喜歡跳舞 所以希望我自己可以 彈鋼琴練幾首 當我開心的時候 難過的時候 可以彈給自己 接著歡迎 鴻基公司台灣區總經理 林顯朗總經理 要感謝評審代表 教育部電算中心的副主任 韓善銘副主任 麗玲 歡迎鴻基基會的執行長 賴啟銘執行長 感謝國立中東大學 廖威章副學務長 麗玲 同時 國立中東大學 突然活動組 政治人組長 也一起推投支持 謝謝 謝謝 我們歡迎鴻基集團的創辦人 同時也是鴻基基金會的董事長 施政榮先寧 創辦人 韓副主任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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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貴賓各位藝人朋友大家好 第八屆主義就是改變 改變可以讓一個黑人當美國總統 改變呢實質上可以主要的為了就是不變 不變的就是我們希望精益求精過得更好 為了好所以就要變 那很明顯的台灣的產業發展 已經要除了要硬的以外更需要軟的 除了科學科學技術以外更需要創意 這個就需要變的 因為台灣如果不變的話 只靠硬的只靠科技而已 是不足以整個在國際上長期跟比較競爭 但是要變本身你就要培養能夠變的一個能力 需要時間 那我們很高興的就是 洪基的這個數位創作獎 經過了七年 也奠定一些基礎 但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一次實際上也在變 變的是 辦法也在變 我們獎項變了好幾次 這一次又做了一個最佳新人獎 因為要鼓勵新人 有增加創意獎 因為本身就是在創意 我不要做創意 另外在種子學校裡面 我們也改變了一些方法 我們主動去選一些需要去補導的一些學校 同時我們也希望我們得獎的這些學生們 能夠到各個那些學校去做混淆 所以這些變化 無非都是要更好 那當然這個事情 為了好 就長期努力下去 不斷的在變 我也利用這個機會 非常謝謝我們的指導協助單位 還有聯合報 更重要 我們還有一個七年的特別獎的 吳同學來參加 也非常謝謝他們的參與 他就是最佳的一個典範 我們期待有更多像吳同學這樣 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恐怕未來要跟國際上的競爭 像吳同學這種人才 要很多很多 不是一個 要很多很多個 這樣我們就有希望 好謝謝各位 謝謝 以及各位貴賓大家午安 今天很榮幸來參加這個會 那我就想 蘇撞獎已經是第八屆了 那在整個過程裡面 事實上我是從大概第五屆有來參與 那看那個作品一路走來 就是說 我在想各位剛剛也看到了一些作品的呈現 事實上是越來越精緻 越來越有創意 那覺得這個 我們這個 台灣真的是 未來滿有希望的 看到這些人才 這個我覺得 真的 我在想 剛剛參考人也講過 真的是 台灣未來的實力一定是在人才 那 另外就是說 事實上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這個 由參與的人數其實也沒看得出來 這個整個影響的面滿大的 譬如說每一屆大概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大概每一屆都七八百屆 在早期的時候也有更多 但是那個是因為沒有定主題 但是在第六屆定了主題之後 整個大概作品那就更深入了 所以這個影響面真的是滿大的 那再加上這個種子學校的設立 還有很多學校 事實上已經把這些題目 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樹創演所 樹創講所定的題目 已經定為一個 談所下的一個作業 還是結合課程 所以這個整個影響面 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深 那我們教授大學 也非常榮幸 能夠有這個機會 來一起來協助辦理 事實上我們只是負責 這個樹創演員會的部分 那我在想學生 我們教授的學生 也在這裡面學到滿多的 因為他們平常所接觸到的人 大概比較少一點這種類型 所以非常感謝這個黃基基金會 給我們這個機會 那今年的題目 我想本身上改變就是 很有創意的成分的存在 所以我很期望能夠看到今年 更好的重點出現 那在這邊謝謝大家 好祝大家身體健康 那順序的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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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創辦人還有各位貝賓 歡迎大家午安 很高興代表 教育部電單中心 來參加第八屆 紅基的社會創作獎 就像這個主題一樣 有這個改變 但是就像剛剛 志欣先生講的 有變與不變 那在我看來 我認為 我看紅基做這樣的活動 他不變的地方是說 真的就是 紅基非常注重資訊教育 向下砸燈 那這份心跟支持 我覺得他始終沒有變 那當然改變的部分 就是當然讓他變得更好 讓這個競賽本身變得更好 那就今年有一個蠻大的改變 就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總子學校列車 會往花東地區開過去 那我覺得這很棒 為什麼呢 因為競賽呢 他等於把他接馬 他會找到這些金字塔 比較頂端的人 這些在培訓這樣的人 但是總子學校呢 他就普及性 他就是這個列車開到的 那個花東呢 就會帶動花東 一些數位創作的學習 所以我覺得這個改變很棒 就是本身這個主辦單位 已經為我們的主題 做了一次很好的改變 一個示範作用 那今天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吳同學 那他應該算是這個活動的 最佳代言人 那從國中 國二 國中的年級 大一國中的時候 就開始參加 然後到國三 國三要考試了 還是繼續參加 然後到高一 連續三屆都有非常 非常亮麗的成果 那我覺得 這個活動呢 他搭起了這個舞台 不只是吳同學 他真的給我們很多很多同學 他們的創作 有一個發光發熱的地方 而且透過這個平台 彼此可以切磋 可以琢磨 我覺得這個是這個活動很棒的地方 那我想我還是代表 教育經常中心 在這邊非常感激 我們基基金會 還有創辦人這樣的用心 那我真的在這邊也祝福 整個活動極度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想參加 我們繼續為創作獎 有些首佩服 可以獲得這麼多大獎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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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